今天维护完之后,前两天曝光的嘉年华神兽超级红骇2正式上线了测试服 超级红骇2的造型还是比较Q萌的 物理型技能携带了高帘、高臂、高叶、感知和高神技 这个并没有太大的亮点,并无特殊技能 而当我们看到它的法术技能时,确实还是有点吃惊的 第一个技能超级三位真火,是一个单体法术技能 从字面上来看,我觉得应该会比三位真火的伤害系数要高 第二个技能桀骜自是,法术暴击率提高50%,且不会逃跑 堪称超级法术暴击了,要知道高级法术暴击才加15%法暴击率 这个技能足足提高了50%,几率太高了 最大的亮点要数它的第三个技能了 圣鹰大王,增加自身法力点乘以0.5的法术伤害力 一个比虚弥真言还暴力的技能 因为虚弥才增加法力点乘以0.4的法术伤害力 以180级法宠威力 相当于又比虚弥宠多了140左右的法伤 这还是很恐怖的 唯一遗憾的是超级红孩儿不是生效神兽 无法自定义打输,所以只能是单法神兽了 如果超级三位真火伤害系数比较高的话 那还是相当暴力的,单杀能力一定很强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它技能的具体描述吧 物理型转生之后会获得感知和高级必杀技能 法术型转生之后会获得高魔心和敏捷技能 杰奥自是不能与法爆和高法爆并存 而且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跑 即使点逃跑也不会跑 真的是比一起龙还一起啊 死战到底 然后圣鹰大王技能所加的法伤数值会显示在面板上 它应该是面板法伤最高的法宠了吧 这次真的是超级虚弥宠来袭 就看最终测试超级三位真火的伤害系数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